请各位大德合掌,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,起开经济。 真实义,请帮掌。 各位大德,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嫩言经,请翻开嫩言科会,真卖科会这个书本,经本的九十八页。 九十八页。 稍微前面复习一下,也就是说呢,九十八页刚开始呢,这一段落就是元章三藏已劝修。 第二行的科判,那么这里面分成两段,第一段呢,就是第五行的极显元荣,这是乘一。 那么乘二的话呢,是分三段,乘一乘二乘三,乘二的话呢,是在一百零一页的第一行,普则是义,乘二。 然后呢,乘三呢,就是一百零一页的第三行,节育推施。 所以呢,重点在于这个极显元荣这部分。 所以极显元荣呢,再翻回九十八页哦,极显元荣呢,再分两段来讲。 第一呢,是依迷雾心,对变元荣,第二呢,是在九十九页的第三行,依本来心,原荣,藏心。 所以呢,一个是迷雾心,一个是本来心。 既然是有迷有物,所以这个缘起呢,就有染缘起,禁缘起。 所以为什么叫做对变,就互相对立,这样子一种相对的一种解释。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去说呢,又透过这样一种互相对立, 然后呢,相对的来说明,什么叫做圆荣? 他的意思是这样,所以是依着迷雾相对,来让你了解什么叫做圆荣。 然后之后呢,才是依本来心,原荣,藏心。 这时候才去说三如来藏,空如来藏,不空如来藏,空不空如来藏。 所以呢,这个,依迷雾心,对变元起这边呢,就是一个染元起,一个禁元起, 那么请参考今天的讲义,我把上礼拜的那一个呢, 稍微做这样一个表,相对的一个表。 这样子的话呢,就看起来就有一个相对比呢,就更加明显。 所以是染元起是有爱的,禁元起是无爱的。 那为什么他是有爱,又为何是无爱? 染元起之所以有爱是因为执,分别执着。 那无爱的禁元起是因为是容,就是呢,圆荣。 所以呢,你看这边,他右边呢,就是如果是有爱的执着, 就是以相引信,全信,全部变成像,变成是有爱的像。 真如本信,不见了。 可是如果是以信容像的话, 这时候,之前有爱的像,全部变成无爱的信。 是这样来看这个,然后呢,在经文里面呢, 佛就对着妇罗那讲,为什么会变成是有爱的染元起? 为什么会执着? 就是因为色空相寝相夺于如来藏。 这时候呢,全信皆向,全部的如来藏, 就变成是这些有爱的色空。 整个法界通通通变成是有爱的色法, 或者是呢,虚空,这种有爱的虚空。 因为他是对着色而有的, 并不是真的,真如本信的那种空。 所以才会这么说,色空相寝相夺于如来藏。 可是如果是呢,以信容像的话呢, 就可以全向皆信的无爱。 那么要怎么样能够以信容像呢? 就是要用妙明,不灭,不生,何如来藏。 所以对比,上下两个对比,你看哦, 前面是色空,相寝相夺。 下面静元起呢,是妙明,不灭,不生。 所以能够呢,体会到, 用这种微妙的这种智慧, 去明白一切法性, 皆是不生不灭, 这时候你就能够何如来藏性, 把这个相融到性里面去。 所以这个功夫就叫做灭成何诀。 上面我们色空相寝相夺, 就是被诀何诚。 就违背了我们的亲近的本性, 决性。 所以呢,这个经文, 这个被诀何诚那边, 就把这个, 哎呀,我刚好写道反了。 各位改一下。 后面这个, 发真如妙觉明信是静元起, 然后呢, 发成老友四间相思染缘起, 我怎么刚好copy贴错了? 所以各位改一下, 上下互调一下。 所以呢, 如果是被诀何诚, 就发展成成老四间相。 那如果是灭成何诀, 那就发展出来的, 发现出来的, 就是真如妙觉明信。 所以这就是上面那一段, 整段的这个一迷雾心, 对变元起的一个大义。 但是呢, 这里面我们上礼拜呢, 就是说到98页的最后两行, 这个四义四项, 这当中呢, 有太多的义礼在里头。 很简单的去讲呢, 可能也不是讲得明白, 所以今天呢, 就需要特别呢, 把这两段讲一下, 因为, 教官法师在正脉书里面呢, 可以说写得非常的详细, 非常非常的详细。 那么这个经文呢, 是我们念一下这两行经文, 98页最后两行经文, 事故于中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小中献大, 大中献小, 不动道场, 骗十方戒, 深寒十方, 无尽虚空, 于一毛端, 献宝王岔, 作为成礼, 转大法轮。 所以呢, 这个, 这一段呢, 科判是结成无碍, 为什么可以无碍? 就是从前面来的, 以信荣相, 所以全相接信之后, 开展出来的, 静缘起的业用, 就是这两段经文, 四义四项。 因此呢, 这个教官法师在正脉书呢, 他就说呢, 经文的一开始, 事故于中, 事故, 就是呢, 承接着, 上面的礼法界来的, 什么意思呢? 就是说, 九十八页的导书第四行, 如来藏, 唯妙决明, 原造法界, 这之后所原造的, 造建的法界, 理法界。 可是呢, 后面的这个, 四义四项, 那就, 已经到了, 理是无碍法界, 事是无碍法界。 因此他才会说, 你有能够有这样, 两个后面的两个无碍法界, 是因为承接着上面的, 能够原造礼法界来的, 他的意思是这样, 所以, 这个正脉书今天的讲义, 才会说, 为此二戒之总因, 理是无碍法界, 事是无碍法界的, 总因, 就是你能够原造这个礼法界。 那么他就说明一下, 众生有钱迷失, 故全葬礼, 就像我们上面写的, 以向引信, 这时候信通通不见不到了, 现在金物佛礼, 已经原造礼法界了, 所以能够用礼来融事, 以礼融事, 所以这个余宗这两个字, 这两个经文, 就是在礼法界中, 就可以重体启用, 那是必然的道理, 自然之礼, 已经看到这个礼了, 那么要融事就有一个依据了, 有这个根本字了, 接着就解释这四义, 那么这四义是哪四义呢?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小中限大, 大中限小, 一句各一义, 所以他说呢, 这个四义, 每两义, 各成一种无碍缘起, 聚通两界, 也就是说呢, 两义里面都有, 礼是无碍法界, 事事无碍法界, 前面的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可以讲成这两种法界, 后面的小中限大, 大中限小, 也可以讲成这两种法界, 礼是无碍法界, 事事无碍法界, 所以他在注解的时候呢, 就先从礼是无碍法界, 来解释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跟小中限大, 大中限小, 后面再用事事无碍法界, 来解释, 所以我先把这个, 他的一个主要的意思呢, 先列举在这边, 那么你可以对照, 这个新表解的, 新表解的, 这个110页, 不过他的这个写法, 如果你没有对着正脉书来看, 有时候呢, 会并不是, 并不是一下子能够看得出来, 因为你看他这边, 一一的后面, 这个事故于衷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这边, 他写个A, 理事外法界, B, 事事外法界, 这没问题, 可是呢, 他又刮乎一多相容门, 广辖自在门, 所以如果你对华言的这个用词, 不是很习惯的, 不是很熟悉的话, 你就看不出来, 为什么呢, 因为一多相容门, 广辖自在门, 应该都是属于四十五爱法界的, 而不应该是像他这样子, 把一多相容门, 放到理事外法界去, 所以这个的确呢, 是有一点点瑕疵, 如果照这个正脉书的解释, 并不是这样子的判法,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, 什么叫做理事外法界, 回到讲义, 这完全是华言中的, 华言经书里面的, 什么叫做理事无碍, 这个理就是一真法界, 性相那个性, 是呢就是世间相, 一切世间相, 那不是只有世间, 也包括初世间, 所以三种世间, 总之强调在相, 上头, 世间相, 上头, 那么为什么会有理跟世的差别呢, 他就从起性认的观点去说, 真如不守自信, 所以随缘成一切法, 随着染缘成世间法, 随着禁缘, 就变成初世间法, 所以是真如随缘成世间的一切法相, 既然是真如随缘献出来的, 没有离开真如, 所以一切法, 权理而不爱, 重向之发挥, 是初世间法, 全部都是真如法, 唯是真如, 即是真如, 他的意思是这样, 既然是如此, 就像前面讲的, 虚空体非群相, 但是不具诸相发挥, 所以才会说, 不爱重向之发挥, 就是理不爱是, 理不爱是, 然来, 真理权是, 而不爱依性之明现, 既然任何一法, 都是真如体之所现, 所以权势而不爱, 以性之明现, 任何一法, 都是真如一真法界, 全体所现, 不是部分, 是全体所现, 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件事情, 任何一个事法上头, 都看到真如法性的, 全部显现,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, 所以这时候是, 是不爱理, 前面是理不爱是, 这边是是不爱理, 所以他引用十回像品的经文讲, 于有为界是无为法, 而不坏灭有为像, 于无为界是有为法, 而不分别无为之性, 意思就是刚刚讲的, 所以为什么上两次, 墨学一直强调, 性相不恶, 如果你硬是把性跟相, 分成两边来看待, 那这边你就会有, 会有没办法圆融的地方了, 所以理事相望, 融通无爱, 但是你要了解这个, 他从十个角度来说, 这叫做十门, 理事无爱法界的十门, 首先是理骗于是, 第二是事骗于理, 第三一理成事, 第四事能贤理, 第五以理多门, 第六事能引理, 第七真理及事, 第八事法及理, 第九真理非事, 第十事法非理, 今天下午我在准备的时候, 我在想, 我到底要不要去解释这十门, 后来想, 借这个机会稍微介绍一下也好, 要不然也没有其他的机会, 单独去讲华言的这个什么三十门了, 所以借这个机会, 复习一下, 好, 那么第一个, 理骗于是, 这个理就是一真法界, 也就是真如本性, 骗在一切事法中, 理呢, 既然是像毕鲁侦娜说的, 毕鲁侦娜佛的, 骗一切处, 所以理无分现, 但是事项呢, 有差别, 有范围, 事有分现, 但一切事既然, 即是理, 为是真如, 即是真如, 所以理无分现, 事当然也就无分现, 所以为什么一一为成, 可以具足真理, 而且是真理的全体, 全部, 所以最初开始呢, 了解这个华言的时候, 对这个, 实在一下子看不是很懂, 怎么样去想通这个道理, 后来就是呢, 这个, 这个, 这个习惯性的, 也就是我惯用的伎俩, 性空缘起, 不管是什么样的缘起, 全部都是空性, 事出世间法, 不同的缘起, 就是这样的事项, 它有不同的缘起, 但是呢, 正因为它都是缘起的, 所以全部都是空性, 而且是空性的全体, 你就把这个空性, 换成理, 你说那个空性是偏到一边去, 那你对性空缘起的空性, 是错节了, 如果你了解真的是, 性空即是缘起, 缘起就是在讲性空, 这时候空性怎么会里面, 是什么都没有呢? 否则为什么讲, 性空即是缘起呢? 而且已有空一故, 一切法得成呢? 所以, 用这个空性去想通, 这个一真法界, 我们通常用到这个一真法界, 真如本性, 就想到有一个东西, 讲空性就没有东西, 我们会依文解义, 这样子理解, 所以怪不得呢, 就想不通, 所以当你把这两个做一个融合, 那就没问题了, 所以理无分线, 一切事法皆是己理, 所以事法也无分线, 所以这个逻辑可以想得通, 可是他所举的例子, 一一为成, 具足真理, 所以一一为成, 骗在一切处, 他不是说法性骗一切处吗? 法性就是为成, 为成就是法性, 所以法性骗一切处, 为成也骗在一切处, 是逻辑是这样推是没做, 可是你脑袋中为什么会觉得, 是吗?是这样吗? 为什么我们心中还会有这样的疑惑? 因为我们数学逻辑上是这样推, 觉得可以接受, 但是其实心中还是觉得, 为成是有像, 为成有它的差别像, 而且要小小的, 不能大大的, 一颗为成是一颗为成, 两颗是两颗, 三颗是三颗, 怎么可能一一为成都可以骗法界? 所以这就是我们有问题的所在, 因为你前面说, 七大,地水佛风空见识, 这个七大都是火性, 大这个火性水性, 那个用的是性, 而且用的是大, 所以呢, 这个都可以亲近本人, 周片法界这个容易想, 但是说火可以周片法界, 我们就很难想象, 要是火可以周片法界, 那全部都烧光了,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, 其实心中还一直没有办法, 把性跟像做相容, 一讲相, 就一定是有, 而且是有爱, 所以才会说直辙尘爱, 直辰有爱, 很难从有相的火为成, 马上就推到, 它既是空性, 它就不是石油的, 但说它不是石油, 并不是否定它的存在, 不是否定它的存在, 并不是像我们凡夫, 执着一定要有相, 那种相的有的存在, 所以这个时候呢, 就把金刚经, 般若心经的那一套搬进来, 你就说, 哦,是哦, 就觉得有道理, 是有道理, 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, 这是火还是不可以片烧, 整个法界, 围成还是一颗一颗的, 小小的, 那为什么, 就是我们上礼拜强调的, 那种无名分别法治, 根深蒂固, 不容易拿掉, 所以这个地方呢, 就先不去管, 我们现在很难拿掉的, 那个无名分别法治, 这逻辑上你要是想通了, 就OK了, 因为要真的要, 要把它全部拿掉, 那得要像我们后头讲的, 要解六节, 正三空, 那到原教出柱, 别教出地, 才拿掉一小部分, 好, 所以呢, 这边礼片于是, 他就引用华元经的经文, 这段寄送, 法性骗在一切处, 一切众生及国土, 所以法性骗在一切处, 包括友情众生, 包括气世间, 包括自政觉世间, 然后三世西在无有余, 过去现在未来, 通通都如此, 虽然说法性骗在一切处, 但是你要去找法性有像吗, 亦无形象而可得, 所以用这样来去, 让你了解, 礼片于是, 透过这个礼片于是, 来了解, 为什么叫做, 礼事无碍, 那我不要忘记哦, 这整个十门, 都是要让你去体会, 礼事无碍哦, 看你从哪一门能够误入, 一门真的误入了, 真的有正确的了解了, 十门通通通了, 如果有一门还没想通, 那就代表你前头自以为, 想通的那一门, 还是不是真的想通, 第二, 四片于礼, 礼既然骗于是, 是当然也骗于礼, 已有分限之是, 而具无分限之礼, 故一微成可以骗法界, 刚刚墨学所举例的就是这个, 前头礼骗于是, 讲通了, 结果一微成就是一微成, 两个就是两个, 三个就是三个, 怎么可能骗法界呢, 所以不容易体会就是这样, 你打破那个分别之座, 唯成性, 一唯成性, 即是一切唯成性, 同一性无恶性, 所以可以一极一切, 你说这个, 这个怎么了解, 用一微成你难了解, 那你用一观音呢, 你说哦对哦, 观音不是可以, 牵出祈求牵出印吗, 你要用诸佛的法界身呢, 诸佛身呢, 不是可以骗入众生心想中吗, 那为什么可以呢, 因为他的身, 法界身, 即是礼, 礼既然骗一切处, 所以法界身, 也就可以骗一切, 事项上的众生心, 这个就是试骗于礼, 所以特别用一微成, 用佛的法界身还可以想得通, 一微成, 微成也可以嘛, 你又把正报跟一报, 又做一个划分, 而且把佛是修正的, 那凡夫是没有修正的, 所以诸佛的法界身OK, 那凡夫的众生生不可以, 众生的凡夫生怎么可以骗法界, 那请问佛的法界身, 如果我们当下就像六祖慧能这样子, 当下呢, 因为是顿悟的关系, 一念悟入, 一念正入, 即凡夫生, 正得分正即佛, 请问这时候, 我们的凡夫生可不可以骗法界, 可能没办法像佛那样子, 但是应该也可以百戒作佛, 原教主主嘛, 为什么可以, 完全跟那个理相应的关系, 理无碍, 所以理等于是, 所以是也可以无碍, 这一次叫做理书案, 第三, 依理成四门, 第四, 四能显理门, 这两个相对的, 依着真如理而成四间四, 事无别体, 全然理成, 如泼依水, 泉水成泼, 依着水而有泼, 所以一讲泼, 没有离开水, 一礼成事, 那么, 四门显理既然如此, 理无形象, 集世而明, 事即一礼而成, 理乃借世而显, 他就说, 如泼向进水, 体权现也, 也就是说呢, 如果你看穿了水泼, 你不要被泼的相给执着, 你从泼的相看到水体, 这个就是他讲的, 四能显理, 所以往往, 往往这个像苏东坡讲的, 三河无非清净生, 牺牲尽是广长舌, 就是在讲这个, 四能显理, 就讲这件事情, 他为什么可以四能显理, 因为是一礼成事, 所以启信论才会说, 你怎么样从身面门, 入真如门, 推求五阴, 色之于心, 观察我们的五阴色身, 这种身心果报, 在这里头看到, 都是从心而起, 依心而有, 心是真如本心, 或者依望心也可以, 但是心无形象, 十方求之不可得, 既然五阴都是一心而起的, 但是你要求那个所一的心, 无形象不可得, 你从五阴里面, 这样去推求, 你就能够从身面门, 入真如门, 所以启信论才会说, 能观无念者, 即为像佛智, 就是这个道理, 你慢慢慢慢的, 在走向, 成佛之道, 佛的智慧啊, 所以就是, 都是从这个三跟四来的, 你能够了解这里面的, 两个理事无碍, 那你就慢慢的, 像佛智啦, 第五第六, 以理多事, 第六, 事能引理, 这时候呢, 就偏到一边去讲, 既然两边无碍, 我从一边, 就可以同时看到两边, 既然如此, 我只要看一边就好了, 所以第五, 就是以理多事, 事项既须, 全体是理, 所以一切事法了不可得, 所以般若经里面, 不只是般若心经, 金刚经也这样说, 因观法界性, 一切为心照, 那是华言, 金刚经, 是一切有为法, 如梦幻泡影, 如路易如电, 因作如是观, 大家想老回心, 我讨厌这个, 是要去买极, 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个意思, 为什么要观一切法了不可得, 完全否定项的有, 直接观察那个空性, 直接观察那个空性, 所以这叫做以理多事门, 那么事门引理门, 也就是你要看到, 如果这时候能够了解, 一切都是以理而有的, 所以凡夫之所以着相, 就是因为现象之后, 他着相而不见那个理, 所以你看, 真理即随缘而成事相, 遂令似显而理不显, 如水沉坡, 洞显尽淫, 所以大圣经典里面才会说, 法身流转五道, 明约众生, 所谓的众生, 其实还是没有离开法身, 他的意思是这样, 那这个五跟六,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, 从一边来看, 就可以完全否定掉另外一边, 七跟八, 真理即是, 事法即理, 真如理性即是事法, 非理之外别有事, 水即是泼, 非泼外有水, 波罗新经讲空即是色, 还有事法即理门, 事间一切事法, 本无自信, 皆由因缘, 会皆由由, 具体即是真性, 而不出乎事法之外, 新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, 你说这个七跟八, 跟三跟四有什么不一样, 如果没有用这种对比的说法, 会混淆, 怎么又讲一遍呢, 你注意看哦, 三跟四呢, 是先一理而成事, 所以从文字上, 或是从逻辑上, 是先有一, 再有后面的, 先有前面的, 再有后面的, 或者是事能选理, 也是透过事去选理, 所以这个时候理跟事, 都还有两法, 但是如果是七跟八, 他就要特别强调, 两者相及, 你说那为什么他七跟八, 要摆在后面, 一开始就讲这个不是好吗, 就是透过前面的一到六, 这样一个了解, 逻辑推理下来之后, 了解之后, 你就能够推出七跟八, 理就是事, 事就是理, 所以, 有人去解释这个波罗新经, 才会说, 这个, 摄即是空, 空即是摄, 跟摄不意空, 空不意摄, 不一样, 就类似像这样子, 讲个不意, 还是两个东西, 摄跟空相对, 只是特别去讲不意, 但是讲相及, 摄即是空, 空即是摄, 就是同一件东西, 要去强调的是这个, 所以七跟八, 要强调的就是这个, 理即是事, 事即是理, 不是离开事, 另有理, 也没有离开理, 另有事, 一切事都是理, 理在哪里, 都在事上, 他的意思是这样, 第九跟十, 真理非事门, 事法非理门, 他说呢, 事即是真理, 而非是事, 盖理觉诸相, 真妄有意, 即妄之真, 亦于妄, 如水的失信, 就不是泼的动向, 强调呢, 事跟理, 还是可以做分别, 坡是动向, 但是呢, 不是所有的动, 都可以叫做水的失信, 所以他要讲的就是这个, 事跟理, 还是可以做分别, 后面那个事法非理门也是这样, 权理的事, 这样的事, 虽然是权理而来的事, 但是他不是理, 为什么, 事有差别相, 差别性, 事有差别, 对不起, 断句好像有点错, 事有差别, 逗点, 性相义故, 所以特别去强调, 性相不一样, 也可以, 但是呢, 要有前面的这样的了解, 也就是说可以理事无碍, 但是呢, 还是可以分得出来, 事跟理的不同, 他的意思是这样, 所以具体全理, 但是事相婉然, 坡的动向就不是水的失信, 以上这就是所谓的, 理事无碍的石门, 那么把这个石门, 理事外石门交代完之后, 回过头来看, 嫩言经的这四义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这麦书里面怎么讲, 理不可分, 理为一, 一真嘛, 一真, 事无忌急, 事无量, 所以一跟无量, 如果在理事无碍这边来配的话, 一代表那个不可分的理, 无量代表那个无量无边的事, 那么既然一跟无量, 寄互相为, 所以这两个在法界观十门内, 八门拒收, 上礼拜有给各位看过, 那个八门就是一到八门, 那么只有九跟十, 没有在这里头, 那怎么说呢, 你看, 他就把它整理出来, 理骗事, 理成事, 理及事, 事引理, 就是讲一为无量, 那个一就是那个理, 理的一, 骗到无量的事, 所以就是要一为无量, 一理乘事的第三门, 一理乘事, 就是依着那个理的一, 成为无量的事, 第七门, 理及事, 理的一, 即是无量的事, 这时候只看到理的一, 稍等, 事引理, 只看到无量的事, 为什么, 因为一已经变成无量了, 所以只看到无量的事, 一不见了, 这个逻辑他就是这样推的, 以此类推, 所以无量的事, 骗在一的理当中, 事, 无量的事, 可以显一真法界那个理, 所以所有的事, 当下即是一真法界的理, 所以这时候全部都变成一, 一真法界的一, 事不见了, 无量不见了, 这样子, 所以他就是把这八门, 配合这两句话来说, 所以这个是前面两亿, 可以配理事无爱的八门, 然后后面两亿, 小中限小, 小中限大, 大中限小, 配合什么呢, 理事无爱门的一门, 第一跟第二门, 理遍事, 事遍理, 为什么, 因为理无分限, 所以是大, 事有分限, 就是有范围, 有一定的范围, 所以算他是小, 他是这样, 这样子来讲, 所以小中限大, 就是事里面, 可以显现出, 无量无分限的理, 所以这个就是事片理, 再来大中限小, 理里面, 无限大的理里面, 可以有无量无边的那种小的事项, 是这样子看, 所以无边真理, 一一全片于一切成中, 而理非小, 这个就是小中限大, 那个成呢, 他说那个事呢, 特别用围成, 用那个最小最小的围成, 但是围成也是一真法界, 真如本性所限的, 所以小中可以限大, 再来, 一一为成, 皆含无边真理, 成非大, 就是大中限小, 含无边真理, 那个理是大, 成是小, 所以真理里面, 有一一为成, 大中限小, 最后, 他说呢, 只有相非二门, 就是真理非是门, 是法非理门, 既然是特别强调两个不一样, 就没有交互义, 就没有一为无量无量为一, 小中限小, 大中限小, 小中限大, 这个这种交互义, 所以不相当, 就不说了, 如果一定要把它也放进来, 就跟那个夺跟隐, 就是以理夺士门, 跟士能隐理门, 那边是一样的, 所以这边, 这个就是他, 这四义里面, 配合理事无碍法界, 是这样的配, 所以有一点复杂, 那么相对的你去看这个, 我们郑老师的这个, 新表姐一一页这边, 他就不敢用这么复杂, 而且呢, 他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, 配合理事无碍法界, 把小中限大, 大中限小, 配合四四五碍法界, 他是这样配而已, 所以就没有像正脉书弄得这么复杂, 不过正脉书这样解释呢, 那才能够完全发挥这种法界观, 这法界观, 这个法界观啊, 就是华言的, 他修观形的一个方法, 所以请看那个第三页, 讲义第三页, 华言的法界三观, 真正你要依着华言来修, 是修法界三观, 他是有赤地的, 虽然讲的是原教, 可是呢, 他在教我们修观形的时候, 他说你要照着这个赤地来修三观, 所以怪不得天台中会觉得, 你这个还是呢, 原间别, 原教里面还带着很重的这个别教的思想, 因为有赤地, 那么这个如果是天台呢, 是原教的话是一心三观, 他先了解这个三观, 是什么, 可是你真的开始修原教, 就是一心三观, 只是呢, 在一心三观里面, 再分成这个观形集, 相似集, 分正集, 这样的一个阶段, 但是你的观形, 你修行的方法, 都还是要用一心三观, 一心三观一进三地, 乃至了解的时候, 理解这个修行的理论依据的时候, 那名字集也是一心三观, 可是呢, 华言就不是, 华言呢, 他教你修法界三观, 先从真空观来, 再来是理事无碍观, 再来是周遍寒荣观, 他是这样修, 所以因此为什么, 教官法师在正脉书, 他要去解释这个四意的时候, 他先讲, 这四意可以用理事无碍观来解释, 也可以用后面的, 这个周遍寒荣观的, 四肃外法界来解释, 但看你的体会到哪里, 你能够呢, 把它用上去, 用在哪一个观里面, 那么这个法界三观呢, 我也是不敢解释, 只是把名词列出来, 那起码有列出来呢, 各位这样子有看过, 以后看到这个就不会呢, 就不会陌生, 起码说有看过这样子, 多少知道一点观念,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法界三观, 第一个真空观, 分四个四步, 先晦涩归空, 再来明空即涩, 明就是明了, 明了什么呢, 空即涩, 进入呢, 涩空无碍, 第四个敏绝无忌, 涩空拿掉, 那就是真正的真空观, 所以第一个晦涩归空, 再开四门, 第二个明空即涩, 再开四门, 这样加起来八门对不对, 再加上涩空无碍, 敏绝无忌, 十门, 所以第一个真空观有十门, 第二个礼述外观, 我们刚刚念过了, 花了一二十分钟去念了, 那也是十门, 周边寒荣观十旋门, 也是十门, 加起来三十门, 所以你说三十门好多, 他有次第的, 所以你了解这样的次第呢, 对于你自己要怎么样上去, 那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, 那么这个晦涩归空观呢, 这四个大概简单解释一下, 先讲这个色不是断空, 什么都没有断灭的东西, 所以要讲会色归空, 那个空不是断灭空, 但是呢, 那个色也不是真空, 然后色空掉, 那也不是真空, 那什么是真空, 色即是空, 才是真空, 所以前面三个都要让你, 如果你修错了, 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会色归空, 然后第二个, 明空即色, 也是开四门, 空非换色, 他讲的是空即色哦, 前面是把色归到空, 第二个是空即是色, 所以空即是色的了解, 第一个, 他空即是色, 不是幻色, 不是虚幻的色, 也不是实色, 那个空也不是空色, 而是空即是色, 所以我只能简单这样说, 戏的话你要仔细去看华严经书, 总之呢, 就跟前面的逻辑一样, 空即是色, 那个空字呢, 要正确的了解, 你的即是色, 那个色不是幻色, 不是实色, 也不是空色相对的色, 是这样子, 了解完之后, 这之后呢, 空, 色, 无碍, 因为色即是空, 空即是色, 所以色空无碍, 你虽然无碍, 毕竟你还有色跟空, 你只是两者无碍, 所以第四个步骤, 色空拿掉, 敏绝无忌, 才是真正的真空观, 从这边才能够进入, 李氏无碍观那十门, 由李氏无碍观那十门, 才能够进入, 四世无碍的, 周遍寒荣观的十玄门, 所以这个叫做法界三观, 华言的观法, 所以回过头来这时候呢, 介绍完法界三观之后, 回过头来看这个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小中线大, 大中线小, 是李素爱, 就不会觉得, 只是在那边逻辑推理, 推来推去而已, 起码你可以知道说, 哦,原来前头还必须要有这样的真空观, 所以完全合乎起信论所教的, 你了解了一心开二门之后, 你怎么样从这个生命门, 能够回到真如门, 只是呢, 起信论讲的比较简单, 这边华言, 透过这样的法界三观, 他把这个修观形, 从生命门入真如门的观形, 交代的比较详细, 好, 那么这个是, 四义里面的李素无爱法界, 接下来, 四义里面的四义无爱法界, 所以请看讲义, 第二页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这两义, 如果套到周片寒荣观, 四义无爱法界里面的十玄门, 相当于呢, 是依多相容不同门, 跟诸法相极致在门, 所以, 这个如果你有上礼拜的讲义, 一看就可以知道, 就是十玄门里面的第三门, 跟这个第四门, 所以, 这个焦光法师呢, 他其实是用这两个做代表, 比较好说明, 否则如果呢, 套用十玄门, 应该也都可以套得进来, 因此他先从文字上, 逻辑上看起来就很相近的, 十玄门的这两个来做解释, 然后你了解的时候就可以, 以此类推出去, 所以正脉书里面他就说, 从相极门, 就是诸法相极致在门来说, 一成即是多成, 所以一为无量, 多成即是一成, 无量为一, 所以他这个注解完全是, 站在什么基础上, 你对十玄门多少有点了解了, 他就不再多加解释事先门了, 所以一即是多, 多即是一, 就相当于是这边的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所以这个一, 他用一成, 以此类推, 一毛, 一岔, 一生, 相对的多毛, 多岔, 多生, 类此可推, 所以那个一, 可以是任何一件事情, 任何一个事项, 这是一多相极致在, 再来, 一多相容不同, 既可以相容, 又可以不同, 这时候怎么解释呢, 改极致, 变成入致, 一入多, 多入一, 你就可以体会了, 可以义得, 你就体会了, 一可以入多, 多也可以入一, 这就是十玄门的, 一多相容不同门, 但是他不强调不同, 他先强调相容, 一多相容, 所以他很简单的就讲到这里, 然后呢, 接着就讲, 相极跟相入, 相极就是诸法相极, 相入就是一多相容, 而这两个, 前面的解释呢, 都是用同类法去说, 就是一毛多毛, 一层多层, 这样子, 但是如果呢, 异类交错而言, 这时候, 层可以, 一层可以对着毛, 也就是说, 一层入一毛, 一层入一切毛, 类似像这样, 然后呢, 一切毛入一层, 都可以以此类推, 或者是毛对层差深等, 都可以相及相入, 这就特别了, 所以呢, 这个以前在看那个大圣子观法门, 我常举这个例子, 这个子观法门会师禅师, 要去解释这个的时候, 他用一个一毛孔向性, 等于一切毛孔向性, 因此呢, 一毛孔, 能够集一切毛孔, 一毛孔可以入一切毛孔, 在想都没在说什么, 在讲什么, 原来他是用辟语让我们了解, 如果你能够性即是相, 相即是性, 你就可以推出来, 为什么一可以集多, 一可以入多, 多可以入一, 多即是一, 他是用性跟相去推, 但是呢, 他用什么辟语呢, 用镜子献的相, 镜子里面献出一毛, 跟献出多毛, 他的相性, 这个影像的本性, 无二无别的, 所以一毛向性即是一切毛向性, 所以可以一毛即是一切毛, 我还在想通通通都是在镜子上, 一一颗苹果跟两颗苹果, 还是不一样的影像啊, 但是他意思是说, 一颗苹果的性, 他怎么献出来的, 怎么献出一颗苹果的影像, 是依着镜子能够现象的性, 而现出来的, 现两颗, 现三颗, 现五颗, 现无两颗, 都是依着相性, 现出来的, 我说这个可以理解, 但是因为这样, 所以一颗苹果等于五颗苹果, 这怎么可能, 所以这就是刚刚墨学讲的, 我们从理上去推推推觉得OK, 好像说得通, 一落到事项上呢, 就不通了, 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认定, 那个事项, 就是有差别, 可是呢, 刚刚用那个屁, 为什么他要用相性, 一颗苹果的影像, 在镜子上, 再叠一颗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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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叠一百颗也是同样一颗苹果像, 也就是说, 如果你把那颗苹果, 拍着一整线, 一条线, 他可以重叠, 你说那个是镜子, 所以可以这样重叠, 可是还是有一百颗苹果, 现在要用这个例子, 用镜子里面的相性做例子, 就是要让你体会, 当我们不要执着那个事项的实友, 你就能够汇通的进来了, 所以我常常说, 现在用镜子, 已经不能够很恰当的表示了, 用电脑影像, 用3D影像, 这时候有多少影像, 都可以重叠, 重叠在一起, 你都不觉得有障碍,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我们所认定, 有障碍的那种相, 它就是一个光影而已, 所以为什么, 波罗经典里面才会说, 一切也为法, 如梦幻泡影, 如路易如电, 当你体会到, 相都不是实友的, 都如梦幻泡影, 相与相之间的无碍, 就可以想通了, 所以用那个梦幻泡影做批语, 就是要让你了解, 梦幻泡影如空, 空性所现的缘起, 不管多少缘起, 通通是同一空性, 所以缘起所现的像, 彼此之间可以是无碍的, 所以这个就是他, 这个教官法师, 用这样来批语, 来说明, 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, 十玄门里面的这两门, 最容易了解了, 从相及, 从相容, 去让你了解, 十玄门的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那再来, 小中献大, 大中献小, 十玄门里面的, 广辖志在无碍门, 因陀罗网法界门, 可以用这两门, 所以呢, 这个, 广辖志在无碍门, 在十玄门里面呢, 是第二门, 然后因陀罗网法界门呢, 是第七门, 这个顺序是十玄, 不是古十玄, 是新十玄, 是清凉成官大师用的, 如果是古十玄, 是这个二祖, 跟法杖大师刚开始用的, 这好像有稍微解释过了, 那么在法杖大师的手中呢, 从古十玄变成新十玄, 是他变过去的, 但是呢, 清凉大师承接着法杖大师的新十玄, 加以开选, 所以后来用的十玄门, 大部分都是用新十玄, 就把古十玄就, 就给他省略掉了, 所以他说呢, 这个小中线大, 大中线小, 可以用这两门, 广辖志在无碍, 跟因陀罗网法界门, 那么他怎么说呢, 围成, 矛端都可以拿来说, 这个是小, 无边岔海, 无边深, 拿来讲大, 那互线的意思呢, 如果从广辖门, 广辖志在外门来说, 无边岔可以在围城中, 这时候岔海不需要变小, 这叫做小中限大, 围城里面可以包无边岔, 围城是小, 可以包大的无边岔, 围城不需要变大, 这叫做大中限小, 你说, 这两个不讲的不都一样吗, 最初开始我也觉得, 一样他只是换, 文字换一下而已不是吗, 无边岔在围城中, 围城包无边岔, 还不都是小中限大, 为什么要说一个叫做大中限小, 一个叫做小中限大, 我一直想不通, 后来看他的注解, 看看看看, 他的意思是这样, 注意看哦, 小中限大, 是大的无边岔在围城中, 大的无边岔不需要缩小, 强调的是大不需要缩小, 可以陷在小当中, 所以那个中呢, 就是等于是那个处所, 那个小的处所当中, 可以陷无边岔, 然后围城可以包无边岔, 围城是小, 强调小里面不需要把它变大, 所以大可以处在小中限, 他有重点强调的不一样, 你说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, 真的不一样吗, 这个你注意看哦, 我在哪里有用这个, 讲义里面的这个, 好, 第四页,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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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有一个房子里面的, 我做一做, 忘记放在哪里了, 对对对对, 救助, 对对对对, 第四页的最后三行这边, 救助, 最后第四行的最后一句话, 就是之前, 楞严金的注解, 认为大中限小, 是太容易了, 大大的一间房子里面, 有很多桌椅, 桌椅锅碗瓢盆等等, 他说如果是这样, 那有什么稀奇叫做无碍呢, 这样叫做大中限小, 那有什么稀奇呢, 因为你还是觉得房子就是大的, 里面的桌子, 里面的这个碗碟, 大的盒子里面的碗碟是小的, 那大中限小, 这有什么稀奇, 为什么要说它叫做十悬门, 这不悬啊, 这是一定的道理啊, 所以呢, 他说这个呢, 就只为定向, 大就是大, 小就是大, 小就是小, 所以大中可以限小, 有什么稀奇, 所以不能够用这样子来解释, 这样叫做十悬门, 里面的这个大中限小, 小中限大, 不能这样讲, 那要怎么讲, 就是从微层里面看, 微层不变大, 无量无边大的这种岔海, 竟然可以入到你的小中里面来, 这叫做小中限大, 这OK嘛, 对不对, 大家容易了解, 现在呢是, 无边岔海的大, 不需要缩小, 它可以入到小围城里面去, 这叫做大中限小, 大, 不需要缩小, 但是它可以入到小里面去, 这才是它要讲的十悬门, 的大中限小, 而不是大房子里面, 有小的桌子椅子, 大的盒子里面有小的碗碟, 那有什么稀奇, 那哪叫十悬门, 它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, 所以它所引用的都好像看起来都一样, 这围城里面有无边岔海, 然后呢, 这个无边岔海珠围城, 它不讲同一件事, 结果这里面就有不一样的意思在, 才叫做十悬门, 回到讲义的第二页, 那么以上这个示意, 各用礼宿外法界的十门, 或者是呢, 四宿外法界作片寒容官的十悬门, 来对应呢这个, 嫩严禁的这四义, 讲完了之后, 那么这个十悬门里面, 它各只是配合两门, 前面两义配合那两门, 然后后面两义配合那两门, 他说呢, 其实四义也可以收进此中十门, 十悬门, 它的此中就是十悬门的十门, 恐凡未备, 这样讲一讲, 以此类推, 了解了你也就可以通了, 例如第九门, 十四格法, 异成门, 十四格法, 异成门是什么,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, 因念中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, 然后过去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, 过去有三个, 现在有三个, 未来有三个, 加上基本上的一念, 这叫做十四, 所以十四格法可以异成门, 所以他说像这一门, 十四格法中念解无异, 念是单独的一念, 很短的一小段的时间, 解的话就是累积很多刹那的念, 成为长时间的解嘛, 所以这时候也可以变成是, 一跟无量的关系, 也是可以这样子做了, 也乃至可以是小中的这个一念, 大是结, 所以这个观念我们从前头这样下来, 与此类推, 我们也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困难, 但是初出接触的人, 就像才没几天前, 就介绍一个老菩萨, 他已经很久没打电话来问问题, 竟然打电话来问, 问什么呢? 但是他看到那个无量寿经解, 师父在讲那个, 一念扩展出来是无量解, 无量解可以浓缩为一念, 他说这个怎么去体会啊? 他突然问我这个,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, 因为这个要从十学门, 要从头说起, 要说到了, 要说到什么时候呢? 我正在忙那个董事会议的工作报告, 实在没有很多时间为他讲, 我就突然想到, 举一个例子, 或许多少有点体会, 这个南科一梦, 我就举那个例子, 中一个梦里面, 他从年轻的时候考场顺利, 这个考中了, 然后做官, 然后一直伸伸伸伸上去, 做到宰相, 后来就扁扁扁扁扁, 到又从地方官下来, 这样前前后后, 这样几十年, 二三十年, 结果呢, 一觉醒过来, 也不过就是呢, 那个饭煮熟了, 又烧起又烧起, 这样而已, 就是一顿饭, 煮一顿饭, 然后熟了之后, 火又熄灭了, 这前后也不过就是几个小时, 结果梦中呢, 就经过了三十年, 所以, 常常经论里面有讲, 我们到临终的时候呢, 这个一身的影像, 就好像放电影一样, 从, 不知道是从头放到尾, 还是从尾放回去, 这样一身就在一刹那当中, 全部看完, 代表把你这一身review一下, 然后呢, 就准备走人, 准备到下一身, 所以, 那个时间很短的, 但是呢, 就把一身全部拨完了, 也是因为是念节同时, 十四革法一尘门, 所以他说, 举这个例子, 可以这样做, 那尘差何不可做, 一微尘, 那是一报, 一报的微尘跟三千大千世界, 也可以以此类推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啊, 所以, 刻意尾说, 门门皆耳, 你真的有意思要把它搜寻出来, 详细的搜寻出来, 这个尾就是非常的尾系, 非常的详细, 把它找出来, 然后把加以说明, 门门都可以这样子来配合, 事意来说, 一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小中现大, 大中现小, 现在呢, 特就名神者, 是出另立之而已, 所以, 刚刚墨学就解释, 他为什么就专门针对, 异多相容不同门, 诸法相及自在门, 然后呢, 广辖自在无碍门, 因陀罗网法界门, 就是从文字上, 从逻辑上, 很容易就推出来, 那事意, 所以以此类推就可以了解, 事者佛以十六个字, 每一意不四个字吗, 事意就十六个字, 据含两法界, 二始玄门, 理事无碍, 事述无碍, 词义无碍, 安可衙士, 没有范围啊, 没有边衙啊, 那么, 讲完了, 他自己有假设一个问答, 那不是法界三观吗, 那你为什么专门针对, 后面的理事外观, 周片和荣观, 难道这事意, 不能够配合, 理法界的真空观的十门吗, 所以他说, 理界十门何读不说, 那个理界十门就是真空观, 那十门, 为什么你不用用这个事意来解释那十门呢, 真空观的十门呢, 他说, 经文里面, 之前就注解过, 经文里面以不灭不生何如来葬, 那个就是慧色归空, 荣空极色, 空色无碍, 敏绝无忌, 你真的要了解那一句话, 不生不灭何如来葬, 你要用这个真空观的这四个来解释的话, 那就更恰当了, 所以说, 何言不说, 怎么说我没有把它放进来呢, 放在前面了, 经未显本经耳根源通, 故不辖续, 所以特别要去对着后面的耳根源通, 强调的是李树爱观跟中配合容观, 所以呢, 就比较没有特别去配合到这个理界的这个真空观去说, 然亦须知耳门入流, 耳根源通里面的入流望所, 出于文中入流望所, 就是前面那句经文, 以不生不灭何如来葬, 就是那个意思, 非有恶也, 不是两个东西, 是同一件事情, 所以你了解这边, 后头讲的, 开始讲的三魔耳根源通的修行方法, 也就可以了解, 所以为什么这个墨学, 觉得有需要稍微简单介绍一下, 那个法界三观就是这个道理, 他的逻辑, 他的一个注解的一个立场, 是用华言的立场, 好, 这个是四义, 接着讲四项, 那么你对照呢, 郑水吉老师的这个四项, 他的解释, 一一二页的新表解, 一一二页, 你看他, 他还是把这个四项配合, 礼宿爱法界, 跟世宿爱法界, 然后呢, 一样呢, 都是前头是一多相容门, 后头是广辖自在门, 他的四义四项呢, 都同样的一个解释, 不过呢, 跟教官法师的, 还是有点不一样, 那他这样的解释的话呢, 是比较简单, 一看会比较容易, 直接看了就清楚了, 所以呢, 就留给你们自己看, 然后我们看正脉书, 所以他要讲这个四项的时候呢, 他说有义必有相, 此四颗即是上面四义之相, 如果你了解那个义, 须小解义, 须小了解, 须小解义可统收, 项则难尽, 义呢, 还可以说, 但是呢, 项事事无碍的项, 那就说不出来了, 说不完啦, 所以为什么只举四项, 略举而已, 以此类推就可以推出去, 所以经文用八句为, 八个字, 八字为一句, 不动道场骗十方界, 当一句, 当一项, 深寒十方无尽虚空, 于一毛端现保皇岔, 作为成理, 转大法轮, 所以八个字为一句, 所以呢, 这边也是四句, 那么中间的解释, 我就把它省略, 主要是要让大家先看到重点, 前两句, 就是到深寒十方无尽虚空, 这里, 单初, 李氏无碍中的前二亿, 依多无碍之相, 然后, 后两句, 单初, 四氏无碍中后二亿, 广辖无碍相, 所以这时候呢, 郑水吉老师的这样一个科判, 就比较合乎, 比较合乎他这一段的意思, 但是呢, 前面那个四义呢, 那就完全不一样, 好, 那么我们一句一句来看, 第一句, 不动道场骗十方界, 看讲义的正脉书, 不动道场, 就是指那个理, 花言的一真法界, 或者是嫩言经的如来藏妙真如性, 或者是嫩言经也有用了另外一个词, 叫做一生即灭场地, 完全是不生不灭, 永离生灭一切细论之相, 极为真常即静, 这才叫做真正的不动道场, 十方界, 十方界, 四相, 四相, 所以那个是理, 前面那个是理, 不动道场是理, 十方界是四相, 所以这样的十方界四相, 横该一切佛刹, 肃尽十法界, 不是只有讲佛, 十法界也包括在这里头, 不动道场是能骗, 十方法界为所骗, 所以就像那个理事无碍里面讲的, 理骗于是, 类似像这样, 可是这边不是在讲, 那个而已哦, 所以他先这样子来推, 先让你了解, 所以你看那个上面不是写, 前两句, 就包括第一句的不动道场, 骗十方界, 也是属于理事无碍里面, 所以他的解释, 就用理事无碍的角度去解释, 哦, 癸之二义, 啊, 则不动道场, 即是一理之全体, 骗十方界, 就是在一一事中, 皆是全体以骗之, 理的全体以骗之, 然以不动道场, 忘十方界, 顺读经文, 就是一为无量, 理不碍事, 即官之一不碍义, 这个官我为什么特别用这样的上下引号, 法界官, 华言的法界官, 他在解释的时候, 用的就是一不碍义, 这样子, 倒过来, 以十方界对看不动道场的理, 所以骗十方界, 皆是不动道场, 就是无量为一, 事不碍义, 用这样来解释, 理事无碍, 义多无碍, 义为无量, 无量为一, 所以, 透过前面这样的逻辑训练, 这边看这边就, 就不会那么的难了, 再来, 深含十方, 无尽虚空, 十方虚空, 就是呢, 四向的空, 不是讲那个理性的空, 讲四向的虚空, 盖此十方空, 与上面的十方界, 互隐而语裂, 所以这边讲的是十方空, 上面讲的是十方界, 就是整个依报世界, 有这个意思在, 现在呢, 深为能包, 十方空为所包, 所以这个前面是用片, 这边是用包, 因为含啊, 包含, 包含, 所以, 癸之二义, 深是依理之全体, 含十方空, 就是总包吾一切事法, 而无外, 一生望十方空, 依为无量, 理不爱事, 观之依不爱义, 十方空望一生, 也就是说呢, 十方界空间含于深中, 是无量为依, 事不爱理, 这是观的义, 不爱依, 这样读一读, 大概大家了解, 现在呢, 麻烦在哪里, 就是呢, 我们要怎么样去体会这句话, 这是墨学常常在台上用的, 天台中讲的六根清净位, 那个生根, 相似极的六根清净位的菩萨, 在父母所生的这个肉身的生根里面, 就可以献出十方法界, 十法界的众生, 不是只有佛, 包括六道众生, 十法界的生死夜报轮回, 乃至诸佛菩萨在这里面讲经说法, 都可以在这种清净的生根里面, 显现出来, 六根清净位相似极就办到了, 就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神通, 那更不要说是分正极的原教菩萨, 更不要说是佛, 诸佛如来, 所以为什么说, 身寒无尽, 十方虚空, 十方无尽虚空, 然后他只是用这个来让你了解, 那是属于理事无外里面的能包, 上面那个不动到场, 骗是方界是能骗, 所以一个骗, 一个包, 就是含, 接下来第三项, 鱼一毛端献宝王岔, 正脉书呢, 他说, 第一句, 鱼一毛端, 他的第一句, 其实就是这一句啦, 因为他下面呢, 作为成体, 转大法轮, 就是末句, 所以这一句, 是从正报, 能够含色一报, 因为矛端属正报, 宝王岔属一报, 而且正报里面的矛端最小, 宝王岔一报里面最大, 所以有这个意思, 所以以一入正, 就是宝王岔在哪里线, 在毛端线, 所以一报, 入正报, 所以下面他解释, 毛就是生毛, 正报的别项, 为什么特别讲别项, 单独一毛端呢, 个别的毛端呢, 是最小的, 大书就是华言清书, 说这个叫做呢, 分正, 正报里面的一小部分, 叫分正, 端就是处, 实际上就是毛孔之中, 有些华言清比较用的, 用的就是毛孔, 我们嫩言清是用毛端, 这里面呢, 这有一点差别, 如果真的要讲, 毛孔跟毛端是不一样, 但是都属于正报, 但是呢, 华言用的是毛孔, 尤其是呢, 善财童子参访到, 普贤菩萨, 就是在普贤菩萨的毛孔中, 见到无量无边的, 三千大间世界, 而且一一毛孔中, 都现出这些, 不可思议的, 三千大间世界, 所以, 善财同时, 修到这边的时候, 在参访普贤菩萨的时候, 就能够入到这个境界里面去, 所以他才会强调, 这边呢, 华言用的是毛孔中, 那保王叉是佛徒, 是一报, 而且是总说, 总相, 整体来说的, 三千大间世界, 所以, 普该诸叉, 那是最大之相, 所以大书呢, 叫做巨一, 巨就是完整, 巨是完整的一报, 现在呢, 部分的正报里面, 可以献出完整的一报, 小的毛孔中, 可以献出最大的, 三千大间世界, 而且是无量无边的, 三千大间世界, 所以是不可思议了, 所以金云菩萨于毛孔中, 不可说差之地住, 也是华言经的经文, 所以, 魁之恶意, 则顺的话呢, 从毛端往宝岔, 虽处毛端, 宝岔不小, 小中献大, 所以, 在毛端很小哦, 宝岔不需要缩小, 能够看到大的, 三千大间世界, 所以这就是在小的毛端, 毛孔中, 献出大的宝岔, 就是法界观里面的侠不爱广, 反过来, 有宝岔而忘毛端, 毛端虽包宝岔, 毛端不需要变大, 而是宝岔现在, 还那么小的毛孔中, 大宗献小, 就是法界观的广不爱侠, 所以又把那个小宗献大, 大宗献小就配合这一段来说了, 所以叫做广辖无爱像, 四四万里面的广辖无爱像, 最后一句, 坐围城里转大法轮, 围城依报, 转大法轮谁在转法轮, 佛菩萨, 在讲经说法, 所以是用依报来含瓜正报, 正报入到围城里面的依报, 里面去,正入一, 来显这个广辖无爱的恶意, 恶意哪恶意, 小宗献大, 大宗献小, 围城就是我们看到的, 好天气的时候看到那个围城, 这个有时候也不需要, 也不需要好天气看空中, 地上也常有, 这个常常去拖地扫地就发现, 怎么都有这么多的围城, 然后再来依报别相, 这个围城是依报别相, 也是最小的, 大书叫做分一, 献身说法, 取所限之身, 就佛菩萨的身, 是正报的总相, 而且不是只有一尊佛, 非只一身, 是该尽无量身云, 是最大的相, 所以大书叫做巨正, 完整的正报, 所以围城里面专法轮, 这个金云也是华严金, 于一尘中, 尘数佛, 各处菩萨众会中, 在这里面专大法轮, 里面不是只有佛, 还有很多菩萨众, 所以这就是专法轮, 二义, 也就是说小中限大, 大中限小, 由尘望身, 身处在围城, 身不需要缩小, 所以围城的小里面可以献大, 就是霞不爱广, 逆的广过来说, 尘望, 由身望尘, 尘包身向, 围城不需要变大, 大可以入到那个小的围城里面去, 这是大中限小, 广不爱霞, 后面这段, 就是说我们的大中限小, 那就不要照一般救助这样的想, 否则就不成悬门, 终于把四义四项, 那这样简单的, 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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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就念完了, 回到这个正脉科会, 总要做一个总结, 这个四义四项, 科会的98页, 最后两行, 这边, 就是我们在讲的, 四义四项, 这个是什么, 你看他的倒数第三行, 98倒数第三行, 结成无碍, 都在讲的就是无碍, 而这个无碍是怎么来的, 99月第二行, 原始要终, 怎么来的, 因为灭成和绝来的, 灭成和绝来的, 所以上礼拜的讲义的, 这边的解释就是说, 你一定要能够呢, 物真本有, 达妄本空, 这时候你就可以, 容妄极真, 所以那个灭成, 相当于是, 你能够灭掉生灭之, 两二子, 灭其二子生灭之成, 你能够这样灭成, 就是容相, 和绝就是全相皆信, 所以他后面就写, 离信无别境界, 全体作用, 就是发真如信, 他做这样的结语, 一定要灭那个分别执着, 生灭的那些成老, 才能够融到, 妙真如信里面来, 否则的话就很难, 可是要怎么去融, 就后面那句话, 离信无别境界, 礼跟事不能分开的, 好, 今天就到这里, 那么下礼拜就继续, 依本来心原章三藏的藏性, 请各位合掌回向, 愿以此功德, 庄严佛净土, 上报四从恩, 下记三土苦, 若有见闻者, 西发菩提心, 尽此一报生, 通生结恶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